冠杰我们马上为您整理了 其实今天来到台湾的26.5万剂的AZ疫苗 是从韩国起飞就在刚刚抵达台湾 那么预估到目前为止 目前我们拿到这个AZ疫苗的总数大概是600多万剂 只不过其实疫苗的好消息不是只有这个而已 接下来在明天也会有来自这个捷克 乌克兰这边有3万多剂的莫德纳疫苗 在捷克这边出发了 预估在明天早上的时候也会抵达台湾 那后续有更多的消息我们都会随时为您掌握 好不过刚刚说到这个疫苗的部分 今天是高端疫苗第二轮开打了 对象是20到35岁的民众 但是很可能是受到先前猝死案例的影响 所以在台北田径场接种站这边 早上就只有138个人预约 这施打的意愿比起先前的第一轮 似乎是比较低一点 那独理医学专家张明威就说了 叫大家用更科学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都还没有重视死亡跟疫苗是有关的 就有人说想要停打 认为就是非常不理性的思考方式 那我们的记者实际观察 虽然说这个现场的民众受访说 他们并没有太担心 但是也坦诚身边确实有人劝退 民众排排坐拉起袖子准备接种国产高端疫苗 不过台北田径场接种站 一早来接种民众零零星星连四排都没有坐满 民众说的确身边有朋友劝退 家人有担心同事有担心有劝退的 对但是我是觉得生死有命 AZ一开始的时候台湾也是很多人 辉瑞最近如果进来 如果有人也打得死掉 是不是会说是辉瑞也不要打 其实身边蛮多朋友有打的 而且副作用蛮小的 就想说排不到其他的就先打看看 虽然来打的民众都说还好不太担心 不过长庚的接种站23号高端开打第一天上午 就有300人预约 实际来接种也有292人 到27号早上第二轮打20岁到35岁民众 满额300人却只有138人预约 而且9点开打到10点半才40位民众报道 很可能和高端开打没几天 打了35万多人就有4人打完后死亡有关 不过专家说在还没有证实这一些死亡 跟高端疫苗有关之前都应该要用科学角度来看 高端的这个发生几率呢 大概是每100万里面大概有77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相较来说的话 莫德纳是每100万人里面有294 AZ的话更多是每100万人里面有743个 张敏威认为不是哪一支疫苗打完 有人猝死就要停打 呼吁民众理性看待 毕竟每一支疫苗打完后都有不良事件传出 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能对抗病毒 等待专家判定结果 华盛王兴林荣街泰报道